好了 马太福音九章二十节 这里说到 首先是神的属性 神的性情 祂的性情是怎么样呢 祂就是看重 祂的本性 每个人都是宝贵 都是重要 祂有亲情的 有亲人的感受 祂就好像亲人一样 好像一个爸爸这样 有这种爸爸的性情 然后祂的恩典是什么 祂接纳我们为祂的儿女 祂为祂的儿女 预备很多的福气 祂有奇妙的计划写在天上 祂有无限的机会 聪明 能力 供应 机会 都为我们预备了 祂的计划是 祂的儿女都成为伟大的人 从另外的经文 就是祂的儿女 都能够做比较更大的事情 祂说在地上做更大的事情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要提升我们 去到更高的层次 有很多人很羡慕做有钱人的儿女 但其实有钱的儿女不及神的儿女 而且我们不能选择做有钱人的儿女 因为你生出来 你的爸爸妈妈是贫穷 永远你的爸爸妈妈都是贫穷的 但我们信耶稣就可以有这个富足 有智慧 有聪明 有爱心 有能力的神 做我们的天父爸爸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这个极大的恩典 他就是这个父亲 比所有地上的有钱的父亲更好 我们在里面我们就相信了 我信耶稣有无限的福气 在这里这个女人是觉得很绝望 有病 而且犯了罪 因为她没了耶稣去犯了罪 但耶稣对她去接纳 而且称呼她去女儿 就是说对她的接纳 对她的爱 对她的看重 然后她说放心 就是说轻松放心 因为我负责一切 我会负责你的生命 你的健康 所有一切都在我手中 不要担心你犯过罪 不要担心你有染落 你来到我面前悔改 我就必定祝福你的 任何困难都不需要担心 任何困难都可以放手 然后你的信救了你 我们在世界上 任何的事情我们要得到 都必定要付出代价 都是需要读书 需要做工 才能够得到这个回报 但在神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礼物 去免费送给我们的 你有信心 圣灵就可以淋在你身上 充满你 你有信心 你信靠神 信靠神就说 这里就说 神啊你将礼物给我 我就接受 我相信你有礼物给我 你相信神就将他的 恩赐能力 喜乐平安 聪明智慧 几乎所有都为你预备 所以这个女人当时有信心就得了医治了 我们有信心也可以领受很大的礼物 在事实上你要领受很多东西 你要学习很多东西 你必定要付出很多代价 但在耶稣里你可以白白的领受 当然我们也需要努力的 你领受了这个恩赐 我们需要努力发挥 努力的发展 发展这个恩赐 但这个恩赐 首先是送给我们的 这个赏赐也是送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 领受神很多的礼物 所以从这个经文 我们知道我们做儿女 有各方面的恩典 礼物 也放心 可以完全地轻松做人 也相信很多礼物为我们预备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